在門口量完體溫 準備進去喝喜酒 婚禮原本是喜事一樁 但國內疫情升溫 有心人在桃園辦婚宴 前三天臨時取消 不滿業者要求17萬 違約金將過程PO上網 雙方的對話紀錄中 17號確認開33桌 但眼看疫情越來越嚴重 在19號詢問業者能否延期或取消 20號確定減少到28桌 沒想到許多公司規定員工 不能去桃園導致九成以上 賓客一天之內全說不來 新人21號才通知餐廳延期 讓業者根本來不及反應 我們兩個禮拜前你要取消 你就取消吧 我們都把電金退還 不過新人質疑 業者不願意提供17萬的明細 而且付款後食材不能拿回來 支付的17萬也不能抵 下次消費 人力食材全部都安排好了 雙方你來我往始終沒有共識 雖然婚宴七月範本有規定 14天內取消可以沒收訂金 但消保官也坦言沒有強制力 那這個範本呢 只具有行政指導的效力 它並沒有具有法規的效力 疫情升溫突然 不少公司建議 被檢守前往桃園新人婚宴 辦不成業者也蒙受損失 雙方都不退讓無济於事 恐怕還是得冷靜下來 好好溝通 記者劉志展蔡雨山桃園 採訪報道